那么中国古代船的发展 秦汉时期我们造船业是一个高峰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南方战争中 组织一支运输50万弹粮食的大船队 古书记载秦始皇曾派大将率领船队 这种是楼船 上面好几层的攻打楚国 那时候他走的是内陆船 内陆走内河 1975年我们在广州 发掘了一处规模很大的 古代造船的工厂的遗址 发现了三个大船台 就是我们今天说要做船物 同时可以造数艘重量达五六十吨的木船 五六十吨 我们今天跟航空母舰比起来不叫船 但是在秦汉时期 两千多年前 我们不得了的一个技术 那么唐宋时期 我国的古代造船史上进入了第二个高峰 唐宋时期船的结构上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龙骨贯穿首尾 唐代时期 我们造船有点不及阿拉伯的船 咱这船先进归先进 中国人天天琢磨这损毛结构 那么有了损毛以后 船的强度就增加 阿拉伯船比我们那个船 相对来说底更尖 所以它航行速度快 航行速度快是个优点 但是底尖是个缺点 就是一遇风浪容易翻 这个唐代的沉船 跟中国文物相关的沉船 我们找到的最早的一件是什么时候呢 大约是唐朝后期 这个船有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叫黑石号 黑色的黑石头的石 黑石号这条船体量比较大 但是可惜不是我们的船 是谁的船呢 是阿拉伯的商船 阿拉伯人是会做生意 会做生意 不辞辛劳 不畏艰险 所以早期的这个沉船 是他的船 但是东西是谁的呢 是我们的 那么这个沉船的位置 今天在这个婆罗州和苏门达拉岛 这个之间的那个岛屿 像苏门达拉 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一片大量的岛屿 集结 那么岛屿你看见的是岛屿 看不见的就是暗礁 你船碰上暗礁 过去因为没有很好的水下雷达 所以触礁是很正常的事 触礁以后呢 你可能就沉没了 沉没了呢 你如果散了或者埋了 你就永远找不着了 如果这个地方还不错 海流还相对比较稳定的话 那不定多少年你就发现了 那么很巧 这个船就可以发现了 谁发现的呢 是一德国老头 这德国 这个德国人呢 是一个过去是一个水泥厂的老板 这水泥厂呢 他不带德国干 这个资本主义国家 都把这个污染的企业 都弄到第三世界去 所以呢 他在印尼呢 就做了个水泥厂 做了个水泥厂呢 就跟印尼人打交道啊 所以就有人告诉他 说那海底也经常有东西能捞出来 他听到这消息以后呢 他就有意思啊 他就把这厂给卖了 他就开始船钱呢 开始就从事打捞行业 我们打捞是有专业的打捞船啊 第一能勘察 第二能定位啊 然后能够进行打捞 他最早的时候是在 就上个世纪末啊 大约97年 他发现了船啊 发现了一条船 后来人告诉他 旁边可能还有一条好船呢 然后他就开始从事打捞 他用了多长时间呢 他从98年的秋天到 99年的夏季 大概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就开始把这个东西打捞上来了 这个船 在水底下并不深 大概就有二三十米 二三十米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啊 你不带气贱 你肯定下不去 对不对 你除非现在喜欢潜水 你又有器件你可以下去 一般人倒不着那么深 但是啊 对于打捞行业 二三十米啊 这个深度 基本上就可以 就算是最好的打捞条件了 那么在 2000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把这个东西开始整理 他捞了有多少东西呢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数字啊 很旁旦 六万七千件 六万七千件啊 这个 你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啊 它是个数字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啊 铺开啊 我估计能铺个足球场那么大 基本能够匀着铺开啊 非常的大 它的瓷器呢 非常的多 它的窑口呢 也非常的丰富 南北方都有 南方有什么呢 有长沙窑 啊 有月窑 北方有什么呢 有行窑 有拱线窑 那么南方窑呢 一个是今天的湖南 一个是今天的浙江 北方窑呢 是河南河北 平分秋色 那么这里呢 主要的东西呢 都是长沙窑 有多少件呢 大概占90% 里头有五万六千多件啊 六万七千件 里头有五万六千多件 那占80%啊 是长沙窑 个个漂亮 每个的图案啊 很少有重叠的 那么这个图案呢 你仔细看 它很多东西呢 都有这个图案 有波斯味 为什么呢 我们一开始说了 它是阿拉伯商船 那这个东西肯定是卖 卖到波斯地区的 所以它的图案呢 带有很浓重的波斯味道 比如它里头有一种 那种祭乐碑啊 就是八棱状的这种碑啊 这种这种碑呢 在我们的陕西 何家村出土过 这种萨山文化的碑呢 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只有相交的关系 就是当时它跟我们交往嘛 所以就把这个 这个西亚的文化 带进了中国 上面呢 还出出水了 有那个象牙制作的游戏器 类似双路旗 这些东西数量并不多 有可能是船员自用的 但是我们的那些瓷器的碗 还有一些有两个巨高 大概有这么高的一个行窑的 这个壶啊 都非常精美 一等一的一级文物 其中有我们所谓的唐青花啊 拱线窑 河南拱线窑 白色地子 有三块盘子 上面用蓝色画的这个花卉 那个花卉呢 就很波斯味 因为蓝色是当时 这个西亚地区 就是阿拉伯地区最宠上的颜色 我们都知道蓝色是那个时期 进入中国的 中国人本身对蓝呢 是不感兴趣的 过去我们比如说 我们祭蓝 祭祀用的 中国人对蓝的认知 还真是元代以后 由于蒙古人打到 这个西亚地区 把西亚的文化带进来 让中国人才得以接受 你们可能可能 人就有想法说 那东西的船都是我们的 那他们捞合法吗 我告诉你啊 根据国际公约 在公海上发现的任何东西 谁发现就是谁的 谁第一个发现 这个东西就是权力 就是你的 不管这个东西 历史上是谁的 所以谁捞出来 这东西就归谁 我们不能说这东西 历史上是我们的 那阿拉伯人还说呢 根据船 船是阿拉伯的船 那历史上还是我们的呢 说不清楚 那就是谁捞出来是谁的 后来这东西是谁的呢 是这德国人的 这德国人就想卖 卖多少钱呢 这一传东西啊 当时要价 四千万美金 在2002年的时候 四千万美金 大概和现在三个多亿啊 当时我们国家上海博物馆 扬州博物馆呢 湖南省博物馆 都有意购买 但是他们不散卖 就是打包啊 就是你要买 这批东西全部归你 那么我们国家呢 各种问题都会出现啊 各种意见也会出现 拖来拖去拖来拖去 这东西没买成 没买成当时呢 那我知道这个消息 我还动员几个老板 我跟他们说 我说 哎呦 我说你们这么有钱 天天搞这房地产 赚了这么多钱 你不如把这东西买了 他说买了有什么用啊 我说买了没什么用啊 可以做博物馆的 我说将来这也是一份 很好的收藏啊 有人终身想买都买不来啊 这不是光靠钱可以解决的 我说还有时间呢 就这些人都犹犹豫豫豫豫豫 在我的劝说下都没有动钱 结果这个东西呢 最后被新加坡啊 这个博物馆去通过一个私人公司 或者通过一个私人捐献 花了三千万美金 把它整体卖走 宋代的航海业非常发达 呃 这些年呢 反复新闻提及的 就是我们的南海一号 从发现到整体出水 到不停的这个清理啊 隔一段时间就有新闻放出来 呃 南海一号 这个船 必须是我们的 为什么呢 它是在我们的领海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是这样规定的啊 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 领水 包括内陆河道中啊 你发现了任何水下的东西 那都是国家所有啊 这里发现了有什么呢 金手镯 金腰带 它腰带一看 都是西域味啊 金戒指等等 还有绍兴元宝 这个绍兴元宝一出现 那么这个这个船的上限就有了 绍兴年是哪年呢 是南宋的这个初年啊 就是宋代宋史南迁以后啊 高宗时期 那么这个船呢 就不可以早于这个时期 那么这里还特奇怪 这堆钱里还有汉代的武术 那有人就不明白了 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没什么新鲜 中国古代的钱币是既种植的 只要你这东西成色好啊 有分量 它就可以当钱用 它跟我们今天的纸币是两个概念 那么这条宋船呢 今天在广东洋江 开了一个海上丝绸博物馆啊 边出水边清理 边向公众展示 大家有机会的时候一定去看看 清朝呢 尤其18世纪啊 这个欧洲的所有的列强的运输公司呢 都穿梭往来于中国的港口 那么我们大量的中国的瓷器啊 主要是瓷器 包括茶叶 包括丝绸 由此运往欧洲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船 这个船呢 叫哥德堡号 我们一开始讲 黑石号 那船不叫黑石号 是打老鼠给起的名 我们的南海一号 南海一号当年也不叫南海一号 也是打老鼠起的名啊 但这个哥德堡号 当年就叫哥德堡号 哥德堡号是瑞典的一艘商船 很著名 这个船在世界航运史上非常著名 它为什么著名呢 是因为呢 它沉了 它沉了它就著名 那你说沉船多了 那为什么它最著名呢 是因为它在家门口沉的 它并不是在公海上沉的 哥德堡号呢 这个在乾隆初年 大概乾隆三四年的时候 就头一次来中国 来中国呢 就是装满了一船货物 回去 回去发了大财 这财有多大呀 今天不可想象 当年他哥德堡号 把一船中国货物 运到了这个斯德格尔摩的时候 这船依靠岸 船上所有货物的价值 是当年瑞典的全国的一年的GDP 我们今天要说有一条船 咱上美国转一圈装的货物 回来等于全国全中国 今年全国的GDP 那咱拼了命也得弄这条船过去 所以他第二次 他第一次走了多长时间呢 这个来回走了17个月 然后他就紧张又跑了一回 他就越跑越积极 为什么呢 他希望把这个时间压短 他大概用了八个月的时间 从广州港出发 大概八个月就抵达了斯德格尔摩 那么迎接他的人 都在岸上看到这条船 慢慢向他们驶来 一致近到人的面孔都看见了 这船居然当着所有的人沉了 这事太蹊跷了 躲过了这个狂风巨浪 躲过了急风暴雨 走了八个多月 到门口到江门口 当着所有的亲人沉了 船长 好了 船员落水 一个个全救起来 一个都没死 货物沉了 后来有人就觉得这事很诡异啊 说他为什么在江门口沉呢 有人有猜测说 这一定是这船长在公海上把东西卖了 你把东西卖了 卖了以后回来对不上账 只好把这船沉了 沉的太远不沉 沉的太远 自个儿也回不来了 所以一定到江门口沉 沉了自个儿还能回来 后来呢 这个船员和船长都被逮着啊 到法庭宣判 法庭倒是宣判他们都无罪 没有证据他们犯罪嘛 就把他释放了 然后就开始打捞这个船 这个船里的茶叶 海水浸泡 大家都知道可想而知 基本上不能用了 丝绸经海水浸泡以后呢 质量也严重下降 但是瓷器不怕 这个船沉下去以后呢 打捞出来的东西大概是 我如果没记错 大概就打捞了百分之十几 就仅仅这一点啊 全船的百分之十二的货物 海史所有投资这个船的股东们都分了红 不仅把这个损失捞回来 还分了红 可见当时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价值有多大 由于这些年啊 这个打捞沉船非常多 国际上也多 我们也多 新闻也多 所以呢 海捞词变成一个专业的术语 我听无数人跟我说 我那是海捞词 什么叫海捞词啊 就是带有外销特征 然后 有的是光洁如新 这个海捞词很有意思啊 他有的在海水里泡好几百年出来 跟新的似的 有的泡不了多少年 出来以后那层光就没光泽就没了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在这个国外啊 在印度尼西安 他对这个打捞词非常有兴趣 他呢 先攻读法律 他也知道在公海打捞是合法的 所以他老跟我说 说有机会一定到公海上 发现一些过去我们的沉船 我们能不能去打捞 别老让外国人去打捞 你们知道这些年啊 就是近几十年内 重要的中国商船 历史上由黑石号 最早的到到这个乾隆时期的沉船 都是外国人打捞的 打捞以后都在国外卖掉了 都引起很大的风洞 他就说我们能不能自己去打捞呢 他有时候来问我一些知识啊 有一天他给我打一电话 他跟我说 他说 这个 先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发现了一个永乐的船 我当时听完了就特别振奋 我刚才说了 我们明朝的船 从来没有看到过 永宣时期 有明初的 没有看到 看到都是晚明的 他一说永乐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是永乐的呢 他说 我捞出来有瓷器了 我可以给你看 我当时就很激动 然后他就把图片传给我看 我一看 我就泄了气 我说 你这个不是永乐的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加万时期的 就是晚明的 这船不是永乐的 要是永乐的 我说那你就 你这个事就干直了 他说那你要有机会 你能不能跟我去到 那个 印度尼西亚那边 公海去转转去 说你看看怎么捞啊 我说那怎么捞 他说 你要是 这个有幸 就先给你看看 我们的录像 就把那个录像给我看 一看我就把我惊着 他那个打捞 可不是专业打捞 他是那半专业的打捞 他就弄着那木船摇出去 那船就是有底下 顶多有个柴油机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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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响着 然后他雇佣当地的那些 水性极好的人 到那个打捞的那个现场 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 什么都不穿 一个猛子就下去了 一下去就十几米深 捞出来那个瓷器呢 用那个大编织袋 装上去以后一滴了 一会儿装上来 一会儿一滴了一滴了 装了一船 往远处开 开了一门人的地 环顾四周 什么人没有 咕咕咕咕咕 把这段又扔回大海 我当然纳闷啊 我说你扔回去干嘛 这怎么回事 说这东西上了岸 还有保管费呢 说那个费用很大的 扔海里下回再把它捞出来 我说那你怎么再捞出来 这么大大海 说我这有GPS 知道什么叫科技了吧 他在扔的同时 立刻做一个定位 然后下回到这 立刻就能捞出来 但是他一定要知道海流 海底下是涌动的 有暗流 如果你扔到海流上 那就不定冲哪去 海上丝绸之路啊 这个名字是后来的名字 实际上是我们对丝绸之路 这个概念的外延扩大 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呢 主要有东海这个启航线 和南海的启航线 它有两条主线路 东海的启航线呢 主要是往我们往东走 沿海启航到东南亚 比如韩国 南海这个线呢 那就是从我们南方的广东 福建浙江地区出发呢 就经过东南亚印度洋 比如重要的就是马六甲海峡 那么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的起点是哪呢 我们先从紧南边说起 广西的河浦港 河浦郡在这个西汉五地的时候呢 就是原顶六年 公元前111年就设立了 是他非常好 是天然的良好港湾 所以汉书呢 地理志上就有这种记载 他说自这个日南就是越南 障塞 徐文 河浦船 都可以行五月 那么河浦这个周围啊 这个68平方公里内呢 有这个很多国家级的 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就是河浦汉木 你知道交通教塞 一定是比较富裕的地区 所以今天呢 经过调查就说 这个河浦汉木遗址这呢 大概有汉木近万座 你想想是我国沿海 最大的汉木群 那么在出土的文物中啊 有大量的这个舶来品 就是从船上来的 比如琥珀 玛瑙 琉璃 水晶 还有大量的带有外国风格的 玻璃器皿和黄金事物 所以今天呢 你到广西和谱 汉文化的这个博物馆中呢 你可以看到罗马的玻璃碗 产自于地中海地区 现在全世界发现了三件 一件在日本美秀 一件在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还有一件就在和谱 嗯 嗯